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人用心 有一种心灵呢 能够认别八福人 八福之心 虚心的 哀痛的 饥渴的 对不对 清心的 各位很多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传不了福音是因为你认不出八福之心 各位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呢 就登山宝训 随时有福的 马上这样讲 对不对 其实一个传福音者啊 他是一个人坐下来讲话 不到几句马上知道 他的心是怎样的 心灵的状态 好像我们主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呢 他为什么上他的船啊 哎呀 这个人一整夜沙王没有得到鱼 还很属肉 就是就管这个鱼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他是很忧烦的 他是很痛苦的 他的痛苦不是因为没有的吃 乃是这个也有问题 但是呢 更痛苦是看不到主 所以人看不到主的时候就找地上的东西嘛 物资来满足 爱情来满足 对不对 有些人的痛苦是因为看不到主 不是因为 完全是因为属肉的事 但是你的心灵里面是时常跟圣灵同行 你要知道那个sense 你对圣灵的动工有一个识别力 很清楚之后呢 你一看人的生命就知道 这个是巴夫人 你再跟他讲 他的心慢慢开 慢慢开的 很奇妙的 然后你就能够认别这个是巴夫人 你认别他的内心的时候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你跟圣灵之间是很活泼的经历的 活泼的互动的 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告诉你 感动你 为什么叫你遇见他 你现在要跟他讲什么 在现在的时间表 不管是跟你的孩子也好 配偶也好 或者你同事遇见的人都好 现在讲什么能够动他的心 你会掌握得很好的 这个是一个sense 我再讲 sense怎么讲啊 一个感觉 或者我们讲识别力 识别力好像 这个字也好像 我比较喜欢感觉 但是我不要让各位误解 我们的信仰不是感觉 但是你跟圣灵同行很清楚之后 你有个主观性的 你知道 你能够认别人的生命 然后你有一个感觉 你知道 主教我跟他传福 主教我跟他讲什么 各位懂sense吗 sense 好像啊 各位很厉害煮饭的人啊 拿盐 拿汤 出来 很好吃的 我们不会煮饭的人 一汤匙 两汤匙 三汤匙 三汤匙 太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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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了 好像没有那个感觉 各位理解吗 我们会煮饭的人有那个sense 所以圣灵的 你学了神的话之后呢 有一个sense了 你对人的心灵 你知道的 然后呢 你现在讲什么 马上动他的心 释放他 医治他 叫他从他的愁苦出来 马上知道的 是很准的 各位理解吗 然后各位慢慢就会发现了 当你这样做之后呢 你的心灵里面是对越来越多人有负担 过一个月之后 我们有农历新年来了 农历新年了 一般上很多人是很糊涂的去 分红包 拿红包 这样完了 回家 对不对 有些人是很敏锐的心去 然后知道哪些人是时间表快到 要讲什么 有些人给他一个印象 你就那个sense会得到 所以他的福音的门是绝续打开的 各位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各位得到的信息 那各位 你说 牧师 那这个要得到 容易不容易 真不容易啊 圣灵 你听起来是容易 但是你要经历的时候是一个谜 然后真的要活出来的时候不懂了 完全 真的太难了 所以各位 圣灵是抓不到的 抓不到的 你越要 我又特意要感觉他 这个感觉就错了 你用力要经历他又错了 其实你要 你要把自己放在 圣灵运行最强烈的环境当中 然后呢 操练自己的生命 持续地继续操练自己 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得到那个sense 第一 各位 你会发现 你为什么拼命地 要争取以肢体为中心生活 为什么拼命地要来聚会 一次 两次不够 三次 四次 甚至 你会发现的 因为圣灵是抓不到 但是呢 圣灵是运行的 运行在哪里 运行在信他的人的心中 对不对 所以当众圣徒一相聚的时候呢 其实很奇妙的 你一来坐下来 听牧师讲话 看牧师的表情 看弟兄姐妹的气氛 接触他们的时候 马上 我感觉到了 我差不多明白了 这个圣灵它是怎样 公义的灵 慈爱的灵 对不对 奉圣的灵 怎样运行 安慰人的灵 圣洁的灵 全部都 马上你会感受到的 这是第一步 所以你会发现 然后呢 各位再听 然后呢 你发现呢 第一 你把自己放在聚会里 然后有些人是来聚会 在聚会不是只有坐着 Fulfilled duty 坐完了 两个小时 离开了 不是 在那个两个小时 甚至过后 你还吃饭 什么 接着牧师讲的信息 跟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呢 你很迫切的 很切的 使徒们是很切祷告 你要很切的寻求主的面 要得见主的面 要听见主的声音 接着神的道 跟弟兄姐妹的交流里面 你得着这个礼拜 你所需要的那个 主给你的答案跟引导 如果这个礼拜你遇到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失败 有一些苦难 现在还在面对着 然后有一些 不知所措的情况 那个里面呢 其实你在聚会的时候 不是随便聚会的 我要听到主跟我讲什么 各位 这个叫以马内利了 我跟各位说 你无论怎样的神学 你读了之后呢 你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 你不能寻求主的面 是死的 真的 我告诉弟兄姐妹 甚至三十六课 读完之后 很多人是寻求主的面 怎么面 听什么声音 就是要用肉耳听 要看到神迹 看到我的情况改变 我才能够喜乐 各位 不是那个东西 如果你一直要经历 那种的上帝的话 你的灵里面 你是外面会嗨 但是灵里面呢 你的眼睛不打开的 越来越模糊 肉感 就肉感碰到的时候 才能有感觉 情感碰到有感觉 但是灵的东西比情感深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第一聚会相聚 第二 然后怎样 弟兄姐妹 来到聚会的时候呢 要听到神的声音 要把神的道 这个活泼的道 连接在我活泼的生活里面 然后各位会发现 在那个地方呢 你没有办法停留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圣灵是实实在在活着的 感动人的 坚决到底的 所以呢 你不得不 自动的想跟人家 陪谈牧养 然后呢 特别聚会后 我现在讲 主啊 这个聚会后 是真正的挑战的 我要怎么把 我刚刚在聚会的时候 我得见你的面 那个啊 我要带回家 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要带回我的公司里面去 单位 或者跟不同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主我要怎么继续得着 那个平安的脚步 那个平安的心 然后来传平安的福音 做见证 那个要带去 这个连接过去啊 各位 一个礼拜你要连接的 一个礼拜你要带去的 如果你发现 对我认识了基督 是了 认识了圣灵 差不多了 但是一要 在现场里面 圣灵充满 来得时不得时做见证 面对很多的处事待人 这个不可以了 马上就 得不到那个真实感了 得不到那个真实 一到现实的情况呢 那个现实比较真实了 那个时候你就是 你不得不要再一次聚会 聚会里面 你再一次要开启你的心 心里的耳朵 对不对 然后再得见主的面 听见主的声音 那个地方一直到 一直到 各位注意听啊 你去到现场的时候 你能够得着 圣灵很现实的带领 你不失去 圣灵带领你的现实感 各位听得懂吗 这句话 The sense of reality 我现在一直讲sense的东西 那个你要带去现场的时候呢 我忙着工作的时候呢 圣灵引导我 给我智慧的那个现实感 我实在感受到 我实在能够听到 我实在在讲话当中 处事办公当中 圣灵很现实的在帮助我 我的情感意志里面 我看得到他帮助我 各位这个现实感你要得到的 如果没有现实感 就脱节了 脱节很快就会 聚会是聚会 生活是生活 所以呢 你的信仰是慢慢冷淡起来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这里会讲 但是呢 你的心灵 你的理智 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 在你的现场生活里面 你怎么跟从主 看到他的大能大力随着你 那个东西你掌握不到 所以就脱节了 这个叫脱节信仰 弟兄姐妹 明白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你们一句话里面 是 我们是有迫切嘛 迫切的心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彼此建立德行 今年彼此建立德行的意义 就在这边了 不是叫各位来聚会 我喜欢各位来聚会 看到你们我很开心嘛 因为我在家里很闷 所以来聚会 看你们 不是这个东西 聚会里面 然后要分散 分散之后呢 得到证据再聚会 因为通德基业是这个啊